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凱雲的直播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大家看到在旁邊這一位 就應該很清楚了 這是我們的中醫博士 吳宏錢吳博士 大家好 在疫情當中 其實吳博士幫我們錄了好多的影帶 真的給大家很多的幫助 不管是小兒發燒 喉嚨痛如刀割 包括最近還有朋友 剛確診 他們都覺得喉嚨好痛 我敢讓他們看相關的影片 另外咳嗽 以及如何避免後遺症 等等博士都提供很棒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來講 這個主題又更重要了 好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就是如何避免再次 你在快賽的時候 可能出現兩條線 今天吳醫師會有一些很棒的方法 有六大方法會告訴大家 吳醫師你知道現在BA4BA5 其實對於台灣已經造成一些威脅性了嗎 對 目前已經聽說已經進入社區了 而且我們發現我的病人裡面 他4月確診 結果確診好了以後 5月自己有症狀以後快篩 又兩條線 然後好了以後呢 6月又有症狀 結果又一快篩又兩條線 4月5月6月都有 對 所以我們發現他不是又被傳染 他自己裡面的病毒又復養起來 所以這種情形我們還是要去解決他 好 所以包括如果你已經確診過 因為全台灣400多萬人確診 那加上黑數已經上千萬了 好 已經確診過的人 怎麼樣讓你身體的病毒 不要再疼起來發作變成兩條線 另外就是現在來勢洶洶的BA5跟BA4 其實BA5在台灣已經有相關的病例 然後新的指揮官呢 王必勝他也說可能流行或許八九月 其實時間就到了 真的聽了心驚驚 那很多人覺得說 那得過BA1、BA2的人 不是就不會得嗎 其實不是 凱雲先給大家一些美國的數據喔 美國他們的分析資料發現 無敵星星在Omicron來說呢 尤其在BA5來說 根本是不存在的 而且你知道嗎 美國的研究 還可能你已經得過 Omicron其他病毒株的人 可能會再感染第二次 甚至感染第三次 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BA4跟BA5有兩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 它的傳播力跟過去比起來 大約快兩到三成喔 那麼第二個特色 它的免疫逃脫力又更強 所以得過的人很可能會再中招 所以我們要問吳醫師 類似像這樣子的人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你說有兩個很重要的法則 對一般我們像現在 最近我大概在三個月來 看很多確診的或確診復陽的 或是經過我們條理以後 我都教我的學生 我自己也是把握這兩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提升我們自己的免疫力 再來我們用一些方法去降低 我們體內病毒的一些活性 然後讓我們免疫力起來以後 用白血球啊用抗體呢 把這些病毒給消滅掉 或是清除的非常乾淨 這兩個原則把握住以後 一般都可以處理得非常好 好所以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還有降多病毒的活性 甚至體內的病毒把它給清除 然後這有六大方法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喔 因為吳醫師真的每次 幫我們想了很多的方法 也花時間過來 也請給我們一些支持 那麼這邊還有一個 美國的數據也讓大家參考 也就是確診者呢 他們提醒說 比沒有確診過的人還要更預防 現在可能會造成爆發的B4跟B5 什麼原因 是因為器官反覆發炎的話 恐怕後遺症會加倍 這是美國的結論 所以我覺得 不要想說得過了 然後上一次好像也沒事 不要這樣想 因為如果再一次來 然後讓你的器官反覆發炎的話 或許會留下更長期 更難纏的後遺症 影響一輩子就很麻煩了 所以吳醫師你趕快告訴我們 你說六大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注意飲食 我們盡量吃這些天然的食物 然後優質的蛋白質 因為我們要提升免疫力 一定要吃優質的蛋白質 然後還有比較鮮豔的蔬果 再來呢 我們比較有加工的食物 還有大家要注意 容易發炎的物質 比如像烤炸辣的東西 要越少越好 因為要讓身體再發炎起來 所以症狀又跑出來了 另外一個冰品少一點 因為冰品會降低我們人的症氣 所以會降低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這些東西要注意一下 這是第一點 好那我想問 如果像夏天因為很熱 手藥飲料店 你說冰品要少 大家不要喝一些冰的飲料 或者吃一些冰棒冰淇淋 盡量避免 但是如果是含糖飲料呢 因為手藥飲料店那麼多 很多人熱就趕快點一杯 等等 所以其實冰品就是這麼說好了 我們說偶爾吃其實是沒關係 含糖就是說盡量微糖或是無糖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糖在我們身體裡面會產生痰濕 就是不正常的代謝物 所以你有這些痰濕呢 你的痰或身體的東西 其他發炎的物質就會增加 所以含糖都會越少越好 但是冰品的話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的老師說 你們不怕死的人再去吃冰 但是偶爾我也會想死一下 對啊就是生活還是要過嘛 對不對 偶爾就好了 所以到底那個偶爾要怎麼拿捏啊 比如說一個禮拜吃個一次 這樣OK啦 但是不要每天這樣子吃 OK好 所以這些原則是第一個在飲食的部分 那第二個養生茶飲 吳醫師你說其實以清冠一號來講 古方是有的 對 清冠一號其實是我們從 古方的金房拜讀傘裡面演化過來的 我們去查書裡面就會看到 歷代不同的金房拜讀傘大概有五種 歷代 從哪一天淘汰啊 大概從很早的漢朝到明清這段時間 總共有五個金房拜讀傘 那它是從那邊演化過來 但是它比較苦寒一點點 那其實我們後來到清朝的瘟疫的 第一方就叫做銀翹傘 第二方就叫做桑菊瑩 所以我們今天會把銀翹傘跟桑菊瑩裡面 拿出來選一些對人體正氣 比較不會受傷的 然後一樣可以把病毒的活性 給降低的這些藥 那來當我們今天的養生茶飲 所以你說銀翹傘跟桑菊瑩 是在清朝的時候用在瘟疫期間 的第一方跟第二方 對 哇好 所以就是最厲害的 那我想問喔 這個是確診過的人 現在要防再次出現兩條線 不管是再確診 或者它裡面的病毒 又跑出來作怪喝的 還是一般人也喝這一種 其實我們現在發現 這個一般人也可以喝 尤其是像今天病人 就有拿這個藥給我看 結果發現跟我今天 你的這個方很類似 就是一般我們在夏天 喝的這個清朝茶 所以夏天也把這些拿來煮 當成清朝茶喝呢 可以清暑氣降熱氣 預防中暑 所以等於一般人喝的話 他可以預防中暑 然後也可以預防感染 那對於已經確診過的人 他又可以把身體裡面的病毒 想辦法給清除掉降低 好 那我現在看到有2466種藥材 這個我認識 金銀花對不對 對 這是金銀花 我們剛剛講的銀翹傘裡面 最主要的方就是金銀花 那它是乾寒 它不會那麼的苦寒 所以它不會破壞或傷害到我們的正氣 而可以降低病毒的活性 所以這是很有效的一個金銀花 好 那它有沒有跟哪一個搭配 因為有時候你會說補氣啦補什麼啦 對 那我們這三個會當成一個主要的 這個叫菊花 我們講商菊飲就是商業跟菊花 那我們取這個菊花 它是比較乾寒為良 這個比較不會那麼苦 也比較不會傷正氣 而且它口感比較好 比較好喝 不會那麼的苦寒 這個是菊花 那有一些 我也看過乾的菊花是黃色 那有什麼差異啊 一般我們用的話 是用這個黃菊白色的話 那黃色的一般是看漂亮用的 我們比較少在用這個中藥用 白色的用中藥比較多 那這個就是商業囉 不是這個是這個竹葉 竹葉 商業它比較苦 所以我們不取這個商業 我們用的叫竹葉 竹葉有清涼還有利尿 還有清熱的一個作用 所以用這個竹葉 像糖尿病的人 很多人就用這個竹葉 使高湯來治療 竹葉就是一個很好 在治療糖尿病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中藥 而且又不會傷正氣 所以這三個呢 就是在降低病毒的活性 我們取這個叫菊瑩花 這個叫菊花 然後這個叫竹葉 而且菊花還有一個 像最近有一些人呢 吃得太燥熱的東西呢 眼睛在發炎 那我就叫它回去 就泡這個菊花跟絕名籽呢 它這個發炎呢 兩天那個發炎呢 眼睛有那個眼屎 黃色白色的眼屎 就不見了 OK 好接下來另外三種 這是要六味藥材 放在一塊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補氣的 這個叫做黃旗 是你提到的那種白皮旗嗎 白皮旗 對白皮旗 那另外一個就是擋身 這兩個補氣 補氣就是提升免疫力 最好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 麥門東 之音 我們補氣提升免疫力的話 就是補氣之音 所以我們用這個白皮旗 擋身跟麥門東 來補氣之音 所以我們用六種藥 來做一個日常生活的一個茶飲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好 那到底分量要怎麼拿捏呢 那一般呢 我們白皮旗 或叫黃旗呢 它是用15克左右 那擋身呢 是用10克 那麥門東是6克 那竹葉呢 也是6克 金銀花是10克 菊花是10克 這樣子 那用多少水啊 然後用大概1500cc呢 到2000cc 然後我們把它煮開 煮開了以後 兩分鐘 一到兩分鐘 開一到兩分鐘以後熄火 然後慢慢慢慢回溫以後呢 這個兩種喝法 比如說你是確診過後的 我們剛開始一個月要分量比較重 那這是一個人的分量 那如果你在喝保養的 或是在清暑的預防中暑的話 那可以當做是四個人的一天的量 好 所以如果確診過的人 可是確診有人確診半個月一個月 他有需要分嗎 還是說確診有後遺症的人 才喝這個一個人的量 沒有我認為確診的人 因為我們發現常新冠 我們在糞便裡面四五個月 都還可以驗到病 七個月 對 現在我們還看到報道 有一個癌症病人 還存了四百多天 病毒還變種了三次 所以我們如果確診的話 我會建議喝到滿兩個月 然後我們發現症狀都沒有了 甚至他一些病毒的 一些存在體內的情形 也會發現減少很多 好 所以我們剛講這個分量 如果確診者的話 是一個人的分量 你說水大概是1500cc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是一般沒有確診過的人 把他當作一般預防感染 然後降暑熱的話 是四個人的分量 那水就要到6000 不用 一樣是1500 一樣是1500 這是我喝的分量少就對了 對 是 好 所以這是吳醫師提供的第二個方法 今天六大方法 第三個方法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足夠而優質的睡眠 大概睡滿大概七到八個小時 是我們比較建議的 7到8個小時 以中日來講不常說 11點之前要睡 這一段時間呢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睡直午覺 就是說你11點前睡 然後睡滿7個小時 至少睡到這個6點到7點才起床 那你中午呢 我們還建議你稍微午睡一下 這樣子會比較足夠 會不會太幸福了 不會 很多人沒有辦法午休 我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儘管趴一下也好 對 至少20分鐘也好 所以如果說上班的話 就是趕快在位置上 吃完飯趴一下20分鐘 職午覺 好 所以第三個是有足夠的睡眠 我們總共有六個方法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第四 你說一定要循序漸進 這是什麼 對就是說我們運動 不要你一次就跑全馬或是半馬 這樣子實在太激烈了 因為你身體可能還有發炎的情形 你必須要去修復它 不要再造成它的發炎 所以一般外國的紀錄是 兩個禮拜增加一點點的 可是我認為有些人會等不及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個 比如說我們走路來講 我們就先走20分鐘 一個禮拜增加5分鐘 一個禮拜增加5分鐘 到40分到50分的時候呢 一個禮拜增加一點點速度 一個禮拜增加一點點速度 如果走到一半 你有呼吸困難 或胸悶很厲害的時候 記得趕快就醫 因為我們怕有纖維化的一些問題 或是肺部受傷 或肢體管受傷的一些問題 好 那接下來 第五個方法就厲害了 尤其在做完這些 漸進式的運動之後 吳醫師說 這些方法可以幫助大家 不但是可以讓免疫力提高 然後可以清除病毒 預防再次兩條線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 穴位的按摩 第一個就是河骨穴 河骨穴就是我們在這邊 第一長骨跟第二長骨中間 這個肌肉最凸起來的地方 你說這是天下第一穴 對 天下第一穴 然後我們記得按摩的時候 一定要往這個 第二長骨的地方按摩 這樣子旋轉式的按摩 這是河骨穴 那是提升免疫力最好的 再來另外一個叫做 清熱解毒穴 清熱一個叫做去風熱 一個叫去血熱 外面的病邪 侵入我們身體 這個叫風熱 所以去風熱的最有名的一個穴位 就叫做驅磁穴 驅磁穴呢 我們可以找這個橫紋端 我們手肘橫紋端的這個尖端的地方 叫驅磁穴 像我這樣是通通這裡嗎 對大概這裡 那如果很多人很我們不清楚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裡面這個肉 跟外面這個骨頭 我們外面這裡有一個叫 外上科的骨頭 這個兩個的中間的地方 就叫做驅磁穴 那驅磁穴也是一樣 我們往骨頭的方向 這樣子按摩它 那你如果手沒有力量的話 你就拿一支原子筆呢 朝這個地方這樣子按摩 朝骨頭的方向按摩 這個就是驅磁穴 那為什麼核果我們知道 它是對於我們的免疫 然後還有你之前有特別提到說 過去在SARS期間 對 流感SARS之前的流感 流感期間 你說你只要病人來 然後有時候你就趕快按核果 因為我們之前都沒戴口罩 在SARS之前 可是病人會跟你講話 講話講話講話 然後你就閉氣 你必須閉氣 然後就馬上按核果 趕快按核果穴 那一年就沒有被傳染流感 而且那時候沒有打疫苗的習慣 那為什麼驅磁有幫助 那驅磁它就是去風熱 我們病毒進到我們身體之前 叫做風熱 所以它可以預防 我們病毒侵入到我們身體 所以它有清熱解毒的作用 所以我們用這個叫做去風熱 去風熱 風是一種邪 那我們病毒也把它當作是一個邪器 所以它可以去風熱 那對於確診過的人 它就變平常天天都要按 是 確診過後我們建議 它這三個穴位都要按 好 那第三個穴位就在腳上 好 學海我們要這樣子找 這是我們的病骨 病骨的裡面內上角跟外上角 我們從病骨的內上角 斜斜的進來 帶兩寸半的地方 你看大概在這個垂直平面 這個垂直面跟水平面的交界 這樣子畫上來 大約兩寸半的地方 我們大概比兩個手指 再多一點點 叫兩寸半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叫做雪海穴 那雪海穴我們叫做輕血熱 病毒在外面我們叫風熱 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叫血熱 那這個是輕血熱的一個最大的穴位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原子筆 或是用手這樣子直接按摩 我想用原子筆會比較省力一點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這樣子揉按它 OK 這就是雪海穴的部分 對 這就是輕血熱的雪海穴 三個穴位呢 河骨 曲齒跟雪海 你說適合在做完運動之後按啊 對 就是我們一般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漸進式的運動的時候呢 回來我們的血液循環最好 那血液循環最好的時候 再對這個穴位的按摩呢 它有加強的一個作用 我了解 所以大家稍微運動一下之後 然後雪尋好 然後來按摩這個 對於大家的防護力是最好的 最後一個也就是 吳醫師要告訴大家 避免再次感染或者 復陽出現了兩條線的第六招 第六招是什麼呢 第六招就是要紓壓 然後要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 就像我說的 你偶爾可以看看美女 讓你心情一直很好 所以你每天打開YouTube 看看這個凱雲 心情也一定會很好 謝謝你喔 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所以第六個就是要維持好心情 就對了 不要在緊張當中很緊繃的度過 應該是說 我們教大家一些聰明的方法 然後讓大家懂得去防護自己 但是不是讓大家自己嚇到 根本不知所措或不敢出門 或不知道如何生活 這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所以請我們 凱雲請這麼多醫師 在我的平台上面直播 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好的方法 讓大家平常可以照顧自己 跟照顧家人喔 所以吳醫師的六大方法 大家可以把它記起來了 因為呢 現在BA5入侵社區 恐怕會再大爆發 那麼指揮官呢 那麼王畢師他說 8月9月就到了耶 真的是很讓人緊張 而在美國加州大學 Berkeley 他UC Berkeley 他的傳染病專家 他就說 Omicron當中呢 在這麼多從武漢株 然後Beta Delta Omicron等等 一直以來他們都有研究 Omicron的BA4跟BA5 是他們目前看到 傳染力最強最強的 所以其實各國都嚴陣以待 那以台灣來講呢 我們可以先看到 各國其實整個 確診人數又上來了 包括日本 包括香港 包括英國 所以之前WHO的這個 秘書長譚德塞 他就說 全球在兩週之內 整個確診人數增加了三重 所以大家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是 好那今天呢 很謝謝吳博士來到現場 那也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吳博士最後有沒有什麼 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 營養要非常的均衡 然後真的有時候要去運動一下 然後你該看醫生的時候 就要看醫生 不像我是剛剛講的 他確診了兩次以後 他忍不住了以後才來看我 所以你真正不舒服的時候去看醫生 醫生可以幫你非常大的忙 所以不要匯集記憶 好所以在這段時間 其實不管是西醫 或者是你的家庭中醫師 其實有一些常新冠的症狀 就趕快要去治療囉 因為可能病毒還在你的體內作怪 那避免再有新的病毒感染 讓他們變成大結盟 那可能在身體又有其他大爆發的問題 或者說呢 在這段時間你明明需要免疫力比較強的 但是因為你之前 並沒有把它清乾淨治療好 所以導致又復陽 讓你免疫力下降等等 因此也提醒大家 只要有任何的症狀 趕快去找醫師做相關的治療囉 我們謝謝吳醫師 謝謝 拜拜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